你们看我实际上多可怕 挑战一周日更 大家好我是Puffy 虽然我之前有说我因为考试期间 所以调整成一周只上一次片一直到六月嘛 但是因为我只剩下一颗 加上我自己觉得我准备的好像还OK 加上最近台湾疫情不是升温吗 所以为了呼吁大家待在家 stay home stay safe 所以我决定在大家work from home的这一段期间呢 挑战一周日更 也就是我一个礼拜会上七只影片 陪大家一起待在家 所以大家要一起乖乖待在家哦 我今天的行程大概就是会去医院注册一下GP 就是我在这边的一个类似健保制度的东西 因为我一直没去弄 然后我还会去一家咖啡厅叫做Ozone 是这个地带蛮有名的早午餐店 带大家一起去探探店 就是现在大家在台湾 虽然没办法出国 但是可以由我带大家来看世界好吗 所以大家就乖乖待在家 跟着我一起游伦敦 那我们就等等见 那我们就乖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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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记者全副武装 把护衣然后护目镜什么的 再塞 再外滑 再外滑 那就是跟台风 他们一定要进到水里一样啊 去天空 我们就乖乖了 第一次要我再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OOTD 这是一件红色的撞色编的短袖 配一件白折裙 这是在韩国买的 还有FILA的鞋 以及可爱的蜡笔小鞋 外套是很久以前在ZARA买的 準備好了嗎? 我看你会给你我 走 每个屁股里面都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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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吃 可能是在家里面都要吃 好的 我已经成功注册完了衣批 现在就要回家啦 其实医院真的离我家蛮近的 医院跟那边 和我家的大衣批是最高的 回到家了 然后我现在要来做一件我拖延已久 就是真的早就该做事 就是卸指甲 你们看我实际上多可怕 都长出这么多了 因为我上次做指甲是在台湾 就是已经两个月了 我这边放上我的美甲师的IG 我真的敬佩他两个月 只有一只手指头就是断掉 其他都是完好如初 但真的太丑了 我得赶快把它解决掉OK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卸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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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均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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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